好 謝謝 謝謝大家 然後今天我是陳碩宏 然後另外這個是這位是林曉梅 然後是我的Copy Center 然後我們兩個會就是介紹Android VG給大家 那首先呢這個Android VG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讓OpenVG的話 跑在Android上面 然後因為原本的Android 是沒有OpenVG的Framework在裡面 那我們的做法 我們就是把OpenVG放上去 所以在今天的報告的話 我會主要會介紹OpenVG是做什麼的 因為在我聽到Thinkr大大之前的話 是我還沒有遇到有人跟我一樣做OpenVG的 然後所以它基本上是還蠻冷門 但是在這個今天的Present 大家可以看到事實上我們還蠻在 JoyDevice上還蠻常用到OpenVG相關的東西 那基本上OpenVG它就是 主要就是Base就是在做這種2D的Vector Graphics 那一開始我們做這個Project的目的 是從去年大概6月開始做的 那那時候就是為了說 就是Adobe FreshPlayer 在Android上面大家都知道跑得很慢 然後iPhone它也不願意使用Adobe FreshPlayer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是不是讓Android上面如果可以很順暢的跑 那個Adobe FreshPlayer 那是Android device的價值的話 就是會大大的超過iPhone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讓Android 讓Adobe FreshPlayer在Android上面跑得很順 那為什麼Adobe FreshPlayer會跟OpenVG有關係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Adobe FreshPlayer 是Adobe它自己的Property 那它的Source都是Closed 它是ClosedSource的 那所以說它也不願意說 把它的Source就是一整包 然後送給Developer 然後讓大家去看看裡頭是怎麼做的 所以他們就定義了一組AP 就跟Kernas Group 就是OpenGL的那個Group 就跟它一起合作 來自訂一組可以用來加速的API 然後所以說它就可以藉由這個API 它使用這個OpenVG API去寫Adobe FreshPlayer 那它就可以把一些它要加速的地方移到OpenVG的Library裡面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Ultimize這個OpenVG的Library 然後那個廠商尤其是硬體商 它就可以做很多的OpenVG的加速器 然後讓它可以跑得很順暢 然後所以這個Project的話 基本上是我跟李小梅大概在六月的時候開始 去年六月的時候開始做的 那我們後來陸陸續續有一些同學加入我們 然後我們十月的時候有第一個Release 那後來在今年大概四月份的時候 就是很很榮幸的就是收到那個Google台北的那個 葉博士跟Pony的幫忙 然後就是就把我們就是送到那個Google IO的Sandbox裡面 然後所以說我們又在Google裡頭做了一陣子 就是這個這樣的Project 那我們是放在Google Code上面 那所以說我們剛剛講到什麼是2D Graphics 那2D的Veter Graphics 基本上Veter Graphics就跟一般我們常用的就是那種Bmap Graphics 是不一樣的 就是一般我們的習慣是Bmap 就是螢幕的解析度多少 1920×1080 那每一個點上面就是RGB Alpha 然後是一個Pixel為單位 然後但是這種方式的Graphics的話 它沒有辦法很順暢的就是放大縮小 那你就需要做特別的處理 就是寫扣多寫扣去做處理 那Veter Graphics基本上就是把一個圖形存成文字檔 然後在這個檔案裡面就是它使用一些幾何元件 像是線條然後形狀 然後來去就是在描述這個圖形 然後所以說我們可以看下面那個籃球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籃球一個進籃的畫面 那基本上這個籃球的畫面它就是可以有一些圖形 圓形啊線段就可以組合成一個整個圖 然後所以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它都是用描述的 所以你要看的話它只要你要把它放大縮小或是移動啊 剛剛他那個Thinker大哥他有看到他們可以做Perspective 他就只需要下一些指令 它就可以做到重新它就可以resize到各種解析度 所以說它是不會有失真的好處 那非常適合 所以最早的application就是像是字型 就是font就是最早在使用Veter Graphics的東西 那講到OpenVG的話 所以說就是為了要 OpenVG就是為了做Veter Graphics的一個API 那為什麼會選用Veter Graphics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 Adobe Fresh Player一開始是在browser上面用的 所以它希望那個browser能夠很跨平台 然後它的螢幕要能夠很容易的就是resize到各種螢幕 那它又希望頻寬小 所以它就選了Veter Graphics 那Veter Graphics既然選了 那它就會好像有這麼多好處 但它唯一有一個缺點就是跑得很慢 那所以Adobe Fresh Player在以前的computer在PC上就常常會當掉或什麼的 然後所以說在尤其在手機上面 它就需要是 hardware 的加速器 就是它需要硬體的加速器 然後所以有了這硬體的加速器之後 它Adobe Flash Player就可以跑得很順 那連帶的因為它是加速整個Veter Graphics 那就像是SVG啊然後Flash 它很多地圖整個Opplicane都可以被加速 那它OpenVG的歷史就是大概 05年的時候有OpenVG 1.0 那時候是同時是Support 2D的Veter Graphics 跟Restor的Graphics 就是Pixel的Graphics 那現在也是有Support Pixel的Graphics 所以只要2D就可以用OpenVG來做 尤其到了1.1之後就是全部都是有那個整個完整的 它那個硬體加速是For Adobe Flash Player跟Flash Lite 然後還有其他的這些format 那用OpenVG有什麼好處 基本上就是OpenVG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使用OpenVG去寫一些Veter Graphics 或是2D的程式 那你以後要用硬體加速的時候 你不用改任何地方 因為它就直接就在裡頭幫你做掉 它就會幫你加速 而且它是可以就是加速很多種format的程式 也許這樣子講大家沒有很清楚 就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東西有用到那個Veter Graphics 像是地圖 像是Google Map 在Google Map for Mobile 5 就是在大概去年12月的時候release 就是那個雙 那個Mati Touch的時候會有3D的地圖跳出來 這就是Veter Graphics做的 所以它可以把整個地圖 就存在你的手機裡頭 然後做到離線的offline render 然後把它做出來 讓你沒有網路也可以用Google Map 那像是大家很紅紅的Andrefy Lava Lab的Andrefy 它也是用Veter Graphics做的 那像是電子書上面的Font 也是就是EPOP EPOP到EPOP3 就是很多都是在特別在support這種SVG Veter Graphics 那還有一些3D的UI 然後當然像開心農場是用Fresh Share 這些都是應用 我們Android手機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應用 都是用這個2D的 那它現在也許它是用軟體的 在Android手機有些Fundamental的比較不順暢 但是如果有了這種Hardware的加速器 就可以讓整個Device的基本功能非常順暢 那OpenVG這個API 它的Design就是for developer來說 它是它的設計的哲學來說 它是一個很一個硬體加速的Layer 就是它就可以用這個Layer下面 你可以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麼 你不用管它的implementation是硬體或軟體 就下面的廠商可以幫你全部做完 而且它是跟OpenGL是一樣的syntax 所以說你去學習它是非常容易 所以說我們先來看看 要怎樣子去用OpenVG去寫一個 一個你的應用程式 就是這個老虎的這個Tiger頭是很長被9S用的 因為OpenVG在Veter Graphics 頭 它的一個單位就是一個PASS 這個路徑就是它可以是直線線條 我用這個直線去畫畫出一個圓 然後畫出很多的圖形 然後我就可以畫出這個老虎的頭 就像是Canvas 在AndroidCanvas上面的用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只要就是像OpenGL一樣設定Command 那OpenGL是設定三角形 那我們就是設定一條一條路徑 然後把它下個VG做PASS 它就可以幫你畫出來 那除了畫出來以外 你如果要旋轉它 你只要在一個API 就VG Rotate 它就可以幫你做旋轉 然後做動畫 做遊戲 那等一下我們會demo 用這個OpenVG做的遊戲 所以說它對Developer來說 它可以讓你原本 你要寫程式 你要處理這些圖形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來處理圖形 現在變成你只要一個API 加上一個API 它就可以幫你做到很多事情 像你要Rotate 你剛剛那個很複雜的圖形 它只要一個VG Rotate 你要放大VG Scale 然後這都不會讓你的resolution 就是不會失真 你甚至要做到像3D那樣子的那個 那個Cover Flow 你就用VG Transform 它就是用Perceptive的方法去做 它就可以做到立體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裡頭 就是用一些像是直線啊 然後曲線 再搭配Paint 它就可以做到是單色啊 然後很多gradient的Scale 它這些裡頭的Render 就可以在Hawler裡頭做完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OpenVG的Render Pipeline 的話主要有八級 那它就是它從你設定好PASS 到把你畫出來 那你哪一級是用硬體做 哪一級是用軟體做的話 你事實上是不需要知道 那現在的話Android的Graphy 就Android的System的Graphy 主要大家都知道3D就是用OpenGL ES 那2D的話就是用Skia 它就是2D一般Developer 可能比較少去碰到 因為我們都習慣是像是用Vue啊 用Canvas 在HTN有FydeCanvas 它最下面的implementation就是 一個叫Skia的API 那Skia這個API 它是由Google在2005年的時候 跟這個Skia Inc 買下來的 然後它主要就是在做 它就是在做很複雜 就是它裡頭的Code很好 然後它 它這個2D的Render Engine 在Android上面是Support給Android 也Support給Chrome 所以它們在Google下面 都是用Skia去做的 那Skia在07年的時候 有Release Code有Release出來 但是它的Code的話 基本上就是很精美 然後也沒有什麼comment 所以一般Develop很難去使用 這樣的API去換的圖 但是它就會Support下面Fundimental 在Render的地方 那現在它是純軟體的 那它現在有一些用OpenGL ES 在做加速 但是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如果 雖然我們的Android VG 有用OpenGL ES 在做加速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像是Veter2D的Graphy 事實上有OpenGL ES 是還是滿不足夠的 所以事實上現在的手機裡頭 像是都已經有這種OpenVG的 那個硬體的加速器 像是主要三家 像Android現在比較常用的GPU 像是英國的Imagination Technology 就是它做的就是PowerVR的系列 像是Samsung的那些 Samsung的Galaxy系列 Galaxy Tab 然後跟Google的Nessus S 這裡面的都是用PowerVR的chip 加iPhone都是用它的chip 它chip裡頭都有Support OpenVG 那像Qualcomm的Snapdragon 在這個205以後的GPU 像是HTC Design HD 跟之後的Increable都有 那Honeycom出來之後 像是使用NVIDIA TARGA 2的這種Motoroda Zoom 它裡頭都有OpenVG的硬體 只是沒有在用而已 所以它就是空在那邊 但是它沒有在用 所以我們Android VG 就是希望說能夠把這一塊沒有用的Power 把它在這個Android device上面release出來 所以這是我們Android VG的目標 好 那所以我們Android VG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些Hardware 然後把它透過我們用 把這個OpenVG的這個API 帶進Android以後 然後讓Android下面像Skia 其他2D的那個 都一些Library都可以用到 那個OpenVG的硬體 然後去加速整個 整個那個圖形的繪圖 然後所以說像HTML5的Canvas 什麼它都可以用這種OpenVG來做加速 那現在的Android VG的話 因為我們一開始你要一個東西 你做出來的話 如果你就直接說我Skia 或硬體 事實上是不一定會有人用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Pure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那我們為了讓它速度夠快 是把它Build在OpenGL ES上面 然後用這個3D的GPU去加速那個這個等2D的繪圖 然後還有就是為什麼說用3D加速器可以加速它的繪圖 因為基本上我們一個圖一個2D的圖形 事實上你可以把它拆存做是很多的三角形 那這個東西就叫Triangulation 那拆成三角形之後把它打散 丟進那個螢幕上用這個GPU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幫你畫出來 所以這樣繪圖會快 但是就另外的就是它induce另外一個壞處就是說 我就需要一個把2D的圖形轉成3D的加速 3D的三角形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做一個Triangulation 就induce一個新的Triangulation 在OpenVG的這個Rendering Pipeline裡頭 然後所以說這個地方就只能做在CPU裡面 然後還有前一集的Pace的產生 也只能做在Software上面 所以說能夠加速的只有後面的Rendering 所以如果你堅持使用軟體加速或3D GPU去加速 事實上它有一個極限在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未來的2D的Graphy Android的Graphy是可以用硬體來做直接加速的 那什麼叫一個Pace 基本上就是很複雜的一個數學的算式 然後這個算式它非常的複雜 所以說它需要用硬體來做 那在我們Android VG的Library裡頭 基本上它是 我們是用一種Recruci 的方法 把一個大的Pace 拆成很多很小的Pace 那我不需要真的去計算這些運算式 我只要當我一直拆拆拆拆到很小的時候 當它接近一條直線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這個直線就當做是很小的曲線把它畫出來 所以它就可以 就可以不需要真的去算這個數學的式子 那到Triangulation 基本上就是把Pace拆成一些三角形 那這些三角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以本上有三種 我們的Implementation有三種方法 是Ear Clipping 跟Monotone 跟用Hardware加速的Hardware Stensile Buffer 然後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這邊的日子並不太好過 所以說以頭 這邊是 主要的 主要的Bottleneck 就在Triangulation的部分 那簡單的Triangulation 像是Ear Clipping 跟Monotone 它們大概需要的時間是 On平方 跟OnLogN 但是它 它們的數 像Ear Clipping 就是把一個 一個Polygon 然後把它的旁邊 就是如果有兩邊是露在外面 就像耳朵一樣 把它一個一個三角形剪開 然後把它剪 它就會被你拆散成一串三角形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Monotone 就是用一個Sweep Line 把它掃一遍 然後把它變成都是凸的多邊形 那就可以很簡單的把畫出來 那這都是Software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新的 在4月的Release裡頭 做一個Hardware Stensile Buffer 基本上它就是使用GPU裡頭 Stensile Buffer去做加速 那一個Stensile Buffer 就是每一個Pixel 它都有一個Integer 那這個Integer 當它被畫到的時候 你可以Set它要什麼動作 就可以決定一下 那這邊有個例子 就像是一個很複雜的多邊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個區域 然後當你一個一個三角形 用GL去畫的時候 它就會 它就可以變成被Invert 然後變成1010這樣跳動 到最後它很神奇的就是 只有在中間的地方 它才會是可以 才是需要畫出來 然後這全部都可以用Hardware去做 所以它速度會變得 比之前的Trangulation快很多 然後但是有 它雖然很棒 然後但是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只能在Sansung的手機上面用 因為Sansung的手機 是用Imagination Technology的Hardware VR的系列 它真的有把Hardware Stensile Buffer做出來 那像HTC的Desire 然後Increable它是 它們是用Snapdragon 是Quocon的chip 那Quocon在那邊的地方 它的那個 那個Buffer 那個Stensile Buffer的地方 還不是 就是沒有辦法去使用它 然後所以說 雖然它很快 但是它只能用在特定的那個手機上面 那接著我就 請我的那個同事就是林曉美 來解釋一下 使用者怎麼樣子使用Android 大家好 那我是林曉美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說 如果你想要在Android上面 使用我們這一套Library 來Design自己的一個APP 然後那你該怎麼使用它 那首先呢 因為我們開發這一套Library 是在那個C語言的環境下執行的 是在C語言的環境下執行 那我們為了追求說 這個Library的速度 所以我們並沒有在Java上面 做實作的方法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Native Code 那Native Code 在開發的時候呢 如果上面的習慣使用Java 來開發Android App的Developer 它可能就是需要有兩種方法 來做Design的動作 那第一種就是使用JMI Rapper 就自己包一個JMI Rapper 來就是 就是來call這個 Native的C Code function這樣 那第二種呢 就是直接用Android下面 有提供的 Native Activity 這個機制來 就是用C直接在Android裡面 下面做Design自己的Game 然後自己的動畫 或者是自己的比較漂亮的UI 這樣子 那我們從這個流程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Android VG呢 我們大概就是我們現在做的Library 就會在下面紅色的那一塊 那我們會 我們會和那個就是Android的Developer 自己Design的App呢 它現在是會是包在同一個APK檔裡面 那這個APK檔當它run起來的時候呢 它是同樣存在同一個 Delvic VM的Process裡面 那當這個 當這個App執行起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先將已經先編好的Native Library 將它load到這個Process的Memory當中 那等待之後上面的Java的APP 有去取用這個Function Code的時候 再往下面執行這樣 那這個APP的流程是這樣子的 在最上面那個Android VG Application的部分呢 就是Developer自己Design自己的Program的部分 那這個Program剛開始執行的時候呢 就必須先去呼叫一個叫做GL Surface View的這個 這個機制這個Class 那這個Class啊 其實現在目前是由就是OpenGL Class下面所定義的 那因為我們為了讓開發快速 並且利用Android上面已經既有的機制 就是OpenGL的機制來加速我們這個開發的流程 我們就跟OpenGL把依附在一起這樣 那當這個GL Surface View開起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設定一些EGL的Context的一些初始化的動作 那初始化完之後呢 就相當於說你要繪圖 那你已經有一張已經有一張繪圖的畫布了 那有這張畫布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set一個Renderer給這個畫布 來做上面的繪圖使用 那這個Renderer呢 它就是它會和那個OpenGL的Surface View一起共同出現存在 並且一直到這一個程式結束之後 它才會釋放出來 那之後呢 使用者它自己定義自己的Gain 它就會用一個Class做包裝 那裡面你要對你的所有的繪圖的圖形 做任何的Funder圓的任何的結合圖形 或者是做任何的動作 就是Translate 然後Rotate 然後Scale等等的動作 就會定義在自己的Class裡面 之後呢 就利用了一個Android的Function 然後去Code這一個你自己Design的這一個這支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用Open 就可以用我們的Android的Library Android Visual Library來做底層的繪圖這樣 那不好意思喔 那個好像機器突然出了點問題 我們稍微等一下 好 那我繼續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是如何實作這個Library的呢 那其他的就是Android的App的Developer 該怎麼使用它 那一般來說呢 Android通常在上面開發程式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是用SDK這個Tool 來幫助自己就是做Compile Build的動作 那我們的App 因為我們包含了一個Native的C Library在裡面 所以呢 就會像旁邊那一張圖下面 就是Android NDK的App 除了和SDK 一樣有 就是Android的Manifest 然後有一些Bundle 那還有一些就是Delvig的Class以外呢 它還多了一個自己的Native Library 和JNI的Wrapper 要把它包裝起來 那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對那個JNI 就是有所了解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邊呢 最下面這一塊綠色C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已經implement好的OpenVG Library 那以這個Function來說呢 這個是VGScale的Function 那它含有兩個參數 就是VGFloat兩個參數這樣子 那在上面的Java呢 它其實它就會直接用PublicStatic 然後去CodeNative的VGScale 這一個 含式來Code底層的C來做動作 那中間呢 我們就必須使用就是JNI做一個轉換 JNI它就是Java的Native Interface的一個Library 那這個Library就是在幫助大家在這種程式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做轉換的動作 那它就是這樣的 它是有一個就是JNI的Expode 然後後面設定了一個JINT的回傳值 然後JNI的Code 然後後面下面有一個長長的一串 就是JavaConExampleAndroidVG那邊呢 就是直接就是從Java那邊 然後對應到NativeCode的一個就絕對的路徑這樣 然後就直接可以呼叫到下面的CLibrary 那我們預期說呢 會用這套Library的Developer有兩種 一個就是你已經習慣在Android上面使用Java API做開發的Developer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已經習慣在PC上面 然後已經設計好自己的機款的 就是可能以OpenVG為底層做繪圖動作的Developer 然後你習慣是或者是你已經開發好的程式就是以C為基礎這樣 那我們未來呢 是希望說呢 我們可以就是FollowAndroid上面的OpenVG的步伐這樣子 因為現在其實在AndroidVG 現在其實在Android的平台上面呢 已經有OpenVG的Document可以 已經有OpenGL的Document可以查閱 然後可以使用 那是因為呢 就是OpenGL的發展已經非常的龐大了 那現在就是還缺乏了就是OpenVG的這個Standard的Document 那未來的話呢 我們希望Follow就是OpenGL的步伐 那現在我們就先implement它所有的CLibrary 那之後呢 我們希望就是在建好底層的就是那些Hardware Interface之後呢 然後讓這一邊串起來之後 在網上開始串就是Java的API 然後串好之後就可以便利於那些就是習慣用Java做App開發的Developer 可以直接使用這一套API直接來Call我們的Function來使用 然後就簡單的就可以對自己的一些圖形元件 然後做到旋轉平移然後翻轉動作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是我們給大家一個小的Demo 這個怎麼使用 可以嗎 可以可以全部進去嗎 那等一下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子嗎 好 看你怎麼進去 還可以 好 我會 解 可以 可以這樣嗎 好 好 好 比較好 OK 謝謝 那這邊先跟大家介紹第一支我們寫的那個APP 然後這支APP 它是沒有用下面的硬體做加速的動作 那這個APP它其實是一個Clock 然後這個Clock它會就是定期就是那個球會吐出來 然後變成Android的圖示然後這樣彈跳開走 那這個圖呢它其實就是其實看到的每一個圓 它其實就是由那個OpenVG每一個就是有一個Arc的那一個Path 來把它兜起來的成一個圓 所以在現在這個畫面上大家其實看到這個畫面它其實是有許多的Path 兜起來的 那現在呢在我還沒有跟它做互動的狀態下呢 它的FPS大概就是每秒大概五十幾張 五十三五十四這樣子 那當我的手開始下去做動作的時候呢 那這個它的就是碰到的地方它就會有一些就是Android就是繼續跳出來 然後並且在上面如果有一個放大鏡的功能然後就可以看到有Honeycom的出現這樣 那因為這些Path的變多所以呢就會讓上面的FPS的數目呢就會一直Down下來 那可能就是太多Path的話就會Down到大概剩下個位數的張數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為大家介紹說我們已經有用下面的硬體加速做過了實作的APP 那這個APP呢就是有用硬體加速後的APP 那一般的狀態下呢它其實它的FPS呢是跟剛剛那個APP差不多 但是它有差別就在於就是當我們對這個APP做動作的時候 那它雖然它的配數是配數的數目增加 但是它的FPS還是維持在大概四五十張左右這樣 對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硬體加速讓它的速度真的變得非常的快 然後我這邊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它我們Android Android VG 在那個Honeycom上面跑的的樣子 那它是可以跟那個 這邊可以看它可以跟那個Honeycom裡頭的Fragment UI做結合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頭它可以 你的手就可以做一些動作 如果像球如果跑過來的話它就會放大縮小 那像是它如果是2Android的話 那它就這個Android也可以縮小啊 然後甚至去做到就是像是3D這樣隨便旋轉 那這個demo的話原本是做Google IO2011的時候 它那時候不是有一個網頁上有一個球會倒數 那那個倒數是用HTML5的Canvas做的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可以跟它做 用我們的Library就可以做到一樣 而且它的Performance是相當的好 那另外的話是它也可以用來做像這種電子書 然後這個是一個海賊王的圖 然後它你如果做這一頭已經有用GPU做加速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邊這樣放很大的時候它是不會 就是會有像一般的BMAP它會施整的 而且一般BMAP如果你要解析度放很高 然後讓它一直拼命的打打的話 那它會跑的是很慢 那如果等一下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玩玩看這裡頭的那個APP Application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問題呢 精采了我看的好訝異 那就再次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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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